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网友啥都没看 直接来评论了 通篇压根就没有说成龙会捧肖战 也没有说肖战棒上了成龙这个大咖 理解能力上的层次 自始至终说肖战有问题和摇身一变 资源咖的都是来源于一波人 并且转换的速度越来越快 只有8小时 可看上一篇仅用8小时完成的资本积累 就说扭不扭吧 那么问题来了 肖战的问题 作为坚持邀请肖战的人 主办方难道不知道吗 先来说一个题外 肖战过完生日 又被莫名的带出场 被热议了一番 是来自张一星的生日文案 后面对张一星也默默的关注了起来 发新歌 发一批 也看了一眼 发现他的歌词里竟然将网友 或者是黑粉对他的恶评做歌词 直接用作品回对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艺人对网上有自己的评价是能看到 唯一不同的就是用什么方式回应 网络上官宣肖战的负面情绪上的宣泄 我们知道有多少了 肖战本人也知道 不用说只要是邀请肖战出席活动的主办方 就更加清楚 网络上有关的风波与传闻 为啥还是要坚持邀请肖战呢 参加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闭幕式 这场活动的保密程度 在官宣之前 只有在场的一部分人拍摄到了肖战的路透 才确定有他 在此之前 网上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就连彩排都没有录透出一丁点的内容出来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 从大同参与录制的观众反应能看出 他们也事先并不知晓肖战会来 登台演唱的时候 隔着屏幕都能听到台下的欢呼声 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彩排细节曝光 确定出场顺序 和主持人对介绍流程 全程都是用VIP代替 就连打招呼都是用 大家好 我是VIP 早前已经有网友提前看到了节目单上 和成龙出场的那位嘉宾代号 就是VIP 这场活动的创始人是成龙 作为主办方 是央视六公主 对肖战形成的保护也足以见得 官方对肖战身上的风险是知道的 为何要把风险打上引号 因为这些本身就是竞争对手不停的 故意的制造的假象 既想邀请肖战 又想让活动正常的举办 如果搭理这些虚假的风险 或者是对着干 和这些虚假的问题产生对立 都是不明智的选择 那就陪他们演好这出戏就行了 写这么多并不是说肖战以此活动 放上了什么柜圈大佬 只是想说那些挖空心思 去阻挠别人事业 泼脏水的行为都是不成立的 从杭州亚运会公益圆梦大使中的小明 到成龙电影节上的VIP 这两场活动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很官方非拼盘活动的性质 不管是原则还是立场 但凡有一点问题 这活动也参加不了 他们所承载的责任就更不一样 成龙代表着中国功夫 亚运会是整个亚洲地区举办的一场盛会 主办地在中国杭州 该结尾了 每次拉肖战下水的清朗 为啥没清掉肖战 反而还被这么官方的活动两次邀请 清朗主张的去流量核心是什么 去的是那些微流量的 用虚假流量来炒作的 就不说杭州亚运会 就说这最近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的影响 肖战要借着炒什么 去拍一个动作电影 还是说棒上了成龙 看看中国荧幕发布的这场活动的成绩单 直播观看一亿加 话题量12亿加 热搜36个 大咖云集 星光闪耀大同 国为我强 我为国强 肖战一个人的三条热搜 加起来就有12亿的阅读 海外的不算 这就是被央视盖章的纯血流量 有正确价值导向的流量 要知道 这些数字是在短短数小时时间内产生的 也就是说 在活动的当天 当肖战惊喜亮相并演绎《中华力量》这首歌曲之后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就开始急剧飙升 短时间内就突破了数亿的阅读量 通过这些非常具体的数据也能够看得出来 肖战的人气和热度高涨 只要一惊亮相 便会引发一股难以复制的风暴 在这次公开活动中 肖战也被当天的主持人称之为 全球动作电影的新生力量 这同样是对他的一种支持和肯定 能够受邀出席这次公开活动 本身就凸显出圈内前辈对肖战的肯定 这与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 他的努力有了公开的回报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已经圆满举办了六节 在动作巨星成龙的引领下 这一活动不仅代表着国内的动作电影 会有更多新鲜的血液融入 会有更多的新生力量贡献自己的热血 让这一行业呈现出更精彩的繁荣和生机 作为新生力量 肖战所代表的也是一种向阳而生的态度 可谓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最近就有不少评论称肖战获得圈内前辈提显 各路资源快速爆发 他已经成功跻身全球动作电影的行列 在未来的更长时间里 肖战会收获更多的机会和角色 将会让他在更多的影视作品中用实力说话 而且这背后并不是资本支持 一切都源于肖战自身的努力和坚定 这是毋庸置疑的 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评论指出 青年演员肖战惊喜亮相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 并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台表演 说明他已经是一位被认可的演员 而且在现场的诸多细节中 我们也能够看到肖战对于前辈的尊重 而多位前辈更是对肖战予以厚望 更多的是对他的支持和提显 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很显然的一点是 肖战曾经有过电影的演艺经历 尽管并没有太多的作品 依然能够令大家印象深刻 所以在后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会有更多的资源倾向于他 以期实现快速爆发 当然这些资源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泛 除了影视剧作之外 还有更多可以公开亮相的机会 将会让他的知名度和好评度直线上升 评论称 外界很多人都认为肖战能够获得圈内前辈的赞许 凭借的是背后的资本 但事实上肖战背后怎么会有资本支撑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一点已经被数次澄清 他凭着的是自身的努力和坚持 无论面临着多少争议还是诋毁 依然无法阻止他进步 无法阻止他成长 而且这一次肖战的公开亮相 已经得到更多的主流媒体相继报道 外界期待他在后期的影视道路上 有更出彩的表现 圈内前辈的提弦 加上外部的肯定 都已经成为肖战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 还有一路陪伴着他的人 这些支持和掌声 同样会让他不断鞭策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